BanLab 谷主 今天的影片呢 會簡單介紹一下加入谷主的效果 以及最基本的 動詞大詞的節奏 好那所以呢 假如你已經有其他的音樂 或旋律已經做完的話 然後開始想要加入一些節奏的話 也是可以從這一步 開始加入一個新的音軌 所以呢我們從這邊 看一下在下面的加的話 你可以找到第二個音軌 那我們關於鼓的部分 可以使用這個Virtual Instrument 綠色的這個 點選之後呢 你可以看到 這個叫做Drums的鼓組 Drums當中呢 裡面有Drums Kick跟Drums Pad 那大家可以在這個當中 去試聽一下所有不同的類型 以及風格這樣 那我們今天要來講到的呢 是一個最經典的一個音樂的聲音 叫做808 這樣子 所以大家可以幫我找一下 在這一串當中呢 往下滑你會找到這個808 Kit 好 那呢完成下載之後呢 你就會看到這個介面 這個介面呢 如果有使用另外一個App 叫做Drum Pad Machine 那種電子的那種Pad 那種板 然後你可以打這個板 發出各種不同的聲音的話 這一個的頁面 就是跟那個App 是差不多的功能這樣子 好 只是呢在這個功能當中呢 所有的節奏就必須靠同學 自己去發揮你的創意 或者你可以到YouTube當中去找一些教學 Tutorial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在這個每一個的鼓組當中 基本上都會有一些基本的樂器 這樣 所以我們可以聽一下每一個樂器的聲音 像是那個他們的D鼓 還有這種拍手的聲音 好 那在這邊所有的節奏當中呢 不同的樂器發出的聲音 然後在一起的話 其實就像是一套完整的爵士鼓 那呢 可以發出一些不同的風格跟類型 那如果你會打爵士鼓的同學呢 你就可以透過這些樂器的演奏 直接 打上面的這個Pad 然後各個區塊 然後就可以打出 好 錄製出裡面的節奏了 好 那呢 如果是不畏的同學呢 就會非常建議 一樣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就是按最右邊節拍器 上方的這個框框 然後呢 就進到這個界面 跟我們這個音高旋律一樣 是用輸入的方式把它完成 好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 今天講的最基本的節奏 叫做動詞 大詞 好 就是萬用版這樣子 好 動詞大詞是哪三個聲音呢 就是這一個最下方的三個音 動 刺 刺是第三個 OK 然後這是大 好 動 大詞 OK 所以呢 動詞大詞的話就是 動詞大詞 動詞大詞 好 所以可以快的可以慢的 那呢 所以大家可以試試看 我們錄音把它錄起來看 好 那錄音之前呢 同學都可以先確認一下 你在你的設定當中 欸 你裡面的 預備拍Counting有沒有打開 那呢 另外拍子不是非常準確的同學 你可以看一下 右下角這個節拍器 好 看你這個metronome 它有沒有就是被開啟 那你錄製的同時就會有節拍器幫你鎖拍子 好 那我們現在使用呢 我們要錄製的節奏片段呢 是叫做 動詞大詞 所以呢 同學可以先練慢的 所以變成 動詞大詞 動詞大詞 那順了之後就可以把它加快 動詞大詞 動詞大詞 OK 那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稍加做變化 因為一直動詞大詞的話非常無聊 所以這個的基本變化版就可以變成 動詞大詞 然後呢 刺動大詞 動詞大詞 刺動大詞 這樣子 OK 好 所以呢這個的部分呢 手指上需要做一些小小的練習才有辦法達到 那我們就來錄錄看喔 好 大概就到這樣 好 那剛才稍微有彈錯 那也沒關係 彈錯的話 大家都可以記得喔 我們可以來到後面的這個頁面 好去做一些小小的修正 好 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我們剛才所打的節奏 基本上它就是 從最下面的這個鼓動 然後第二個詞 大 大詞 這樣 所以呢在一拍裡面呢 它其實只有打兩個音喔 動詞 第二拍 大詞 所以動詞大詞 這樣子 或是動詞大詞 好就是可以做一些變化 就變成動詞大詞 刺動大詞 這樣子 好 所以呢大家可以再會把你的節奏 然後做這樣的變化 然後來展現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鼓組的循環呢 欸我們想要聽更加變化的時候 我們可以做什麼事情呢 那我們這邊簡單讓大家看一下 好那我們先關掉這個頁 欸關掉這個 我們回到這個音軌的部分 好在這邊音軌的部分呢 跟大家再稍微講另外一個小小的技巧 好你看一下最上方的時間軸 小結束的地方 1234567這個 有沒有看到我選取的這一個片段 好當你呢 另外點選出現了紅色的這個片段的話 代表呢 它會在這個片段當中不斷的循環 好那我們給大家聽一下差別 跳回去有沒有 好所以呢它就會在這個兩小結當中不斷的循環 那有需要的話呢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拖曳變長 那當你想要正常演奏 就是正常一直往下聽的話 就輕輕再點一下 這個紅色的消失了 它就可以繼續往下聽了 好所以呢就可以幫助同學呢 在錄製節奏的時候你可以先聽某一個片段 然後呢把這個片段的節奏做一些小小的變化 那我們要怎麼變化呢 好我們先把紅色的選取 我只要先兩個小結 好接下來呢來到這個畫面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播放 好它會不斷循環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加上其他的樂器 例如我想要加個拍手聲音 我想要加在第二四拍當中 好 例如我想要加在這裡 好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再把你要加的地方 欸 例如加加看 就會變成這樣 欸 好像不明顯 你想要加在其他更明顯的地方 好我們先不要管風格 就是你可以先靠你的直覺 把你這些想要聽到的聲音 欸把它加進去 那我們聽一下 我的拍手聲 哎呦直接點錯 難怪我要聽到拍手都沒有 好 把它換一下 聽一下 這樣聽起來會變成 好有沒有就多了一個聲音 好 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加上其他的聲音響 例如我想要加上這樣一點的小碎拍 然後呢 我想要在它的每次的後面 加上一個小聲音的話 那我們聽聽看效果 好 那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固定下來 欸 我想要在每一小節的第一 跟第三拍的後面 加這個東西 好 那接下來呢 假如說你還想加上其他很有趣的聲音 欸 你也可以做其他的變化 這樣子 好 好 有沒有 那聲音聽起來是不是就越來越豐富了呢 好 那呢 在這個部分呢 大家就可以針對自己有興趣的一些鼓組節奏 然後呢 搭配你的音樂旋律去做一些調整 那希望到這邊可以幫助大家 讓你的鼓組的聲音有越來越多很豐富的聲音 那另外如果你想要特定的風格 例如HipHop 然後Trap 或是其他EDM的鼓組節奏 也歡迎大家就是到YouTube上面 直接搜尋 BandLab的DrumPad 或是DrumSet DrumKit 等等的Tutorial 它就會有非常多的教學 那非常多的老師他都會直接點選這樣子的畫面 或是呢 操作好其他的這個介面 讓同學可以很輕鬆的就是透過這樣子的 呃 輸入方式 然後呢找到自己喜歡的節奏